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倒计时 风起洛阳,晒王一博定装花絮 连换五套衣服不嫌返 今天已经是12月1号了 马上就要进入风起洛阳开播的时了 在晚上8点的时候 不知道粉丝们有没有时间如约收看呢 这部电视剧相信很多人和小编一样 已经期待了太久太久从 杀青的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每一天都在期待的 都在期盼着能够看到百里红艺 据说在 开场就是王一博和宋艺结婚的戏份 虽然他是被逼的 但是从花絮中能够看出这场戏真的是耗时耗力 让人震撼的现场不仅能够看得出这部剧 无论是灯光还是道具 还是在色彩上都已经是用心了 相信在播出之后一定会收视率爆棚 其实在开播之前官方内心还是比较紧张的 很害怕没有达到大家预想的效果 并且在开播的前几天就举办了发布会还邀请几 为主演来到现场和粉丝朋友们一起互动 为这部电视剧做最好的铺垫 不仅如此在之后的这几天里 官方还陆陆续续晒出了关于王一博的一些花絮 比如说他带着妻子一起去探店 以及他订装的花絮 除了晒出正片以外还有他幕后的一些小彩蛋 果然官方是用心了为这部电视剧做最好的预热 希望得到各位粉丝的关注 希望能够达到预想的收视率 并且这一次在开播倒计时的时候 官方还正式晒出王一博定装的花絮 每一件衣服都是用心设计 每一款造型都是用心去琢磨的 并且在拍摄定装花絮的时候 王一博整个人已经融入其中 无论是眼神还是动作 就完完全全是百里红翼了 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定装花絮的时候就已 经完全看不到他其他角色的影子 这就是演员最成功的地方 看来官方还是比较喜欢王一博的 因为这几天晒出的大部分都是关于王一博的资料 马上就要到晚上八点了 马上就要看到王一博所饰演的白里小公子了 马上就要看到他结婚的大场面了 这是他的荧幕出荤哦 官方除了晒出预告片以外 还特地晒出他定装的花絮 并且在现场也换了好几套衣服 网友们数了数差不多有五套衣服都是在现场连着换的 并且在拍完第一套服装之后接着就要做第二套的造型 不过王一博从来没有表现出不厌烦的样子 百分之一把的配合工作人员的工作 对待工作的敬业程度非王一博莫属了 他无论是身处怎样的位置 无论是巅峰还是低谷 从来没有改变过初心 从来没有对工作人员表现出不厌烦的状态 看到他的定装花絮 大家也是充满了期待 对这一位小伙更加喜欢了 并且这一次在拍定装花絮的时候他的手里 拿着好几款道具彻底把大家的好奇心给燃起来了 现在就是在慢慢地等待 八点的到来 现在就是慢慢地等待王一博的出场哦 感谢观看